乖乖乖 乖乖乖 乖乖 好 跟我来去吃零食喔 不行 你是不是觉得我胖了 才不觉得我吃零食 对啊 那就是我 我 我有你在说我 我最近有点胖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啊 你吃零食我会想吃啊 这样会更胖 你又不胖 对不对 不过我真的觉得最近有点胖了 怎么会 一定是体重机坏掉了 可是我超镜子也觉得有点胖啊 哪一面镜子 我去打爆它 最近穿衣服的时候都觉得有点卡啊 买新了 这衣服洗一洗都会缩水的 我拍这里觉得变肉了 一定是镜头不好 再买一只新手机 那最近的面那里太油了 吃完都长肥肉了 那我们今天去吃寿司 你看你就是觉得我胖了 我哪有 不然你为什么觉得我量体重变重了 你自己说的啊 不 不然为什么只要买新衣服 让你买新衣服不是很好吗 不然你为什么要我减肥 我没有要你减肥啊 那你还要我吃寿司 你就是觉得我胖才要我少吃肉 鱼肉也是肉啊 就算你想吃火锅 我也会带你去吃啊 真的吗 那我想吃水就让我去吃吗 真的 那我要去吃零食 好公 如果有一天我跟你妈妈倒在水里面 你会救谁 当然是救你啊 我妈会游泳 那如果你妈妈脚收金啊 没办法游泳呢 她会水母飄啊 什么是水母飄 就是把身体拱起来 抱着膝盖 然后就会自己扶起来 这么厉害 哼哼 想学吗 想学教你啊 好啊 不对 你要逃避问题 如果你妈妈也不能水母飄 她已经运过去了 那你外界救谁 那当然是 是救你啊 真的吗 你别骗我 我等一下就要跟你妈妈说 如果我跟她在水里 你没有要救她哦 我妈会体谅的 为什么 因为她知道 在这一刻 谁的生命会比较危险 谁比较危险 我 嘿老公 你说说 我和你的成员谁比较胖啊 哪一个 有哪几个比我漂亮 当然是你最漂亮 那你说不说哪里比较漂亮 是眼睛鼻子还是眉毛 全部都漂亮 全部的鼻子眼睛眉毛 都比美人的女朋友还漂亮 不可能 你在骗我 没有 真的没有 和你在一起之前 我就是一个瞎子 所以他们长什么样子 我完全不记得 哎呦 这么会讲破 那如果我和以前有掉到水面 不要再掉到水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欢的话 请再帮我按赞和留言 要是有些愉悠的话 也欢迎加入会员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创造出更多有趣的影片 加入会员 每个月就会有专属的会员桌布 大概就这样子啦 让我们下次见 拜拜 要讲一二三 一二三 太快了 你要让我先心里准备 一二三 哎呦 好点啦 你要一二三 一二三 好 跟我来去吃零食哦 慢一点 哈哈哈 这么厉害 嗯哼 想学吗 想学教你啊 好啊 不对 不要逃避问题 你别骗我 我等一下就要跟你妈妈说 如果我跟她掉到水里 你必须要救她哦 我妈会体谅 为什么 因为她知道在这一刻 谁的生命比较危险 谁比较危险 我 瞪 不要瞪 好不然才好了 我都还没有结束你就瞪 好救命啊 拜托你 我的主奶奶 拜托你 哈哈 蹲 哈哈哈哈 哎 这个蹲我要保留 呱呱呱呱 呱呱 老公 我问你哦 如果未来也有下海 你比较喜欢是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呢 为什么 比较好养 男生又比较好养呢 当然啦 有一句俗话 叫做穷养男富养女 男生就是要让他受尽挫折 过苦日子 独立生活 长大才会有担当啊 这样哪里好养呢 这样超好养啊 你想想 在小时候要买玩具 不行 想要吃甜食 不行 想要去游乐园 还是不行 是不是受尽挫折 是 是蛮挫折的 然后从小就要训练他学习 洗衣服打扫家里 还要煮饭洗碗 如果够聪明的话 我在弄这些东西从小就训练他 以后靠他赚钱养我们 是不是非常独立 也是蛮独立的 这就对啦 你看哦 从小就不用花钱帮他买东西 还可以帮我们打扫 是不是超好养 未来也不用担心他的生活 毕竟从小就开始学习一切所需要的能力了嘛 是这样没错啦 那你呢 你想要男生还是女生 女生 我就知道 是不是因为女生比较贴心 对啊 不过不只是因为这样 那不然呢 因为生男生的话 他实在太可怜了 好说你说 如果生女生要复养 对不对 对啊 那父亲是要怎么复养 如果太宠他会不会不好 当然要宠啊 女儿怎么可以不宠 可是那边的公主怎么办 以后嫁不出去怎么办 这样更好啊 爸爸养他一辈子 其实臭男生休想靠近我家宝贝 我可以宠他一辈子 当我小公主就好 不行 这样你和我乖掉之后 他就要孤独中生了耶 那我们多生一个女儿 两个就可以做班啦 哼 骗你的啦 怎么可能会从女儿宠到坏掉 自己的女儿当然希望他幸福啊 吼 吓死我了 我还想说生男生不行 连女儿也不能生了 哼哼 富养其实是要只给他足够的试验 培养好的气质 这样他才不容易受骗 也可以吸引到相同气质的人 这么厉害的吗 最重要的是他已经满足了物质方面的需求 就不会因为虚荣性被俗世的繁华所影响 真的吗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我看网路上写了 老公 你认真说 如果以后我们有小孩了 你有想过怎么养吗 当然有想过啊 我还有一个超棒的点子 哦 说了 已经听 我之前看别人替小孩换尿布啊 都好麻烦 而且每个月尿布钱还不少又不环保 所以呢 所以以后要是我们有小孩 就直接养在厕所吧 什 什么 这样和你厕所有什么关系 你看哦 如果养在厕所就不用尿布钱啦 大碗尿完直接冲水多方便 这样他在潮湿的地板上爬会湿疹啊 冲完水就暂时掉起来晾干啊 绑在肚子上晃来晃去的多好玩 他一定很开心 哼哼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你们的你们呢 你们觉得录是87 如果是的话 下面刷一排87哦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哦 你知道这些都会剪进来哦 哎 你是不是爱录音的 这么晚才是吗 你每次都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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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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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 啊! 啊! 沒有路啊 我沒有離線開 不是沒有按摩 老公 你是不是看過很多 轉身到異世界的動漫 對啊 怎麼了 那你覺得轉身到異世界好嗎 當然好啊 怎麼說 你可以用很多超強能力 全系魔法師或是超高屬性 還可以帶手機甚至網購過去 如果你不想當人 我也可以變成史萊姆 變成蜘蛛 甚至變成劍或是一台販賣機都行啊 販賣機 神奇吧 我第一次看到也覺得很神奇 那如果你也轉身到異世界 你想要轉身成什麼 魔王 而且不是那種看起來像魔王 實際上是主角的那種魔王 不然是哪一種魔王 就是最後會被勇者打敗的魔王 超壞又超級強的魔王 手中魔鏡一揮啊 就可以讓勇者重傷 不過最終還是抵不過主角光環的輸掉 我猜猜 是不是因為魔王可以吃喝玩樂 平常就派不下去應付勇者 他最后被打扮時還不用出多少力 甚至過得超爽超開心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 早猜的咧 你就是一個懶惰的傢伙 但是這樣你就只能開心一小段時間 最終還是會被勇者打扮 太遜了吧 哼哼 你只猜到了一半 只有一半 那另一半呢 轉身到異世界 不是都會有一些特殊能力嗎 對呀 對呀 那你的能力是什麼 我的能力就是 時光倒流 太救命了吧 這樣我就可以每天享受生活 等到勇者隊伍辛辛苦苦打怪戀等 通過程程關卡 終於站在我面前的時候 噠嚷 時空倒轉 你真的魔王太快了 我最後還是會讓他贏啊 剛剛說了 我是那種最後會被勇者打敗的魔王 但是小時候會被打敗 當我玩膩了想轉身去其他世界的時候 欸老公 我看那些轉身的動漫 就想要轉身到異世界 是不是都要有一些條件啊 像是在人生的最後一刻有做好事 還是就有其他人之類的 總是要有些限制嘛 不然每個人都轉身到異世界 你一轉身就等級99 他是出生拿的光劍 另外一個會召喚超強守護神 這樣異世界還不亂成一團啊 也對齁 那如果你是管理異世界的神 你會設定什麼樣的條件讓人轉身 這個嘛 要是讓你負責 你會設定什麼條件 這個簡單 哦說來聽聽 首先還要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有加入會員 我就讓他變得更強 可以這樣濫用神的能力嗎 虎豬已經是神了 為什麼不行 可惡 這麼說好像也沒錯 那你呢 你會設定什麼樣的條件 這個嘛 我應該會給他們一些考驗 什麼考驗 像是把他們放到一個島上 活到最後的那個人就可以轉身 這是大逃殺吧 不是讓他們去參加遊戲 連續獲勝直到最後剩下一個冠軍 有遊戲 再不然讓他們去闖關好了 要活著擊敗撲克牌上的所有人頭 才可以甦醒 蛤 經濟之果的闖關者 而且我肯定跟他隨時甦醒 不然能怎麼辦 要挑選人太難了 啊 我知道了 哦 你有什麼好主意嗎 這個簡單 我選我自己轉身去異世界就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你們那你們呢 你們也想要轉身到異世界嗎 如果轉身到異世界 你們想要變成什麼 又有什麼樣的能力呢 快點學說吧 掰掰 你就是一個懶惰的傢伙 但是這樣你就只能開心一小段時間 最終你還是會被魔王 魔王打敗 被魔王打敗啊 魔王被另外一個魔王打敗就是了 最終還是會被勇者打敗 剛剛那個影片就很驚妙 在音調再高 你名其 你該高的時候你都不高 平常不高的時候你就一直 有遊戲 魷魚高 魷魚 遊戲 你到底是想怎麼樣 我覺得我剛剛錄得很好 我就把這個給 轉在KM5 你這很奇怪 我就覺得我剛剛錄得很好 來吧